燕青悠闲地坐在草地上,随意地说 不认识,知道黑十三有个弟弟,叫这个名字 您是怎么知道的 在你的眼里,爷是不是就会吃喝玩乐睡大觉跟傻子一样那种 不是 虽然否认,但他觉得也差不多 玩酷不就是吃喝玩乐吗 哪里知道外面的江湖事,尤其是江湖密新 比如人人都知道黑十三有个亲弟弟 但是知道苏楚这个名字的少之又少 兄弟,坐着聊花 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不吃人,男人女人都不吃 你呢,陪我坐着玩一会儿,我就带你去找她 你说的是找,林姑娘吗 对啊,我未婚妻嘛,就是她 苏楚被未婚妻三个字,刺激得心疼 不再犹豫,坐在了与燕青一人之隔的草地上 燕青闲着一根狗尾巴草 看着乖乖地坐在她面前的苏楚 半天没说话 燕,燕小侯爷,你要跟我聊什么 你紧张什么 没,没紧张 我看你很紧张的样子 你,你看错了 你似乎很怕我 没,没有啊 你是结巴呀 不,我不,不结巴 我都说了我不吃人 苏楚快崩溃了 你是不吃人 但你是她的未婚夫啊 我不知道你把我喊着陪你在这里做什么 若不是为了见她 我才不会答应陪你在这里玩 谁知道你是不是不安好心 真不结巴 我,我真不结巴 她以前的确真不结巴的 刚刚跟我说话时还好好的 谁知道在燕小侯爷面前结巴上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做贼心虚 你怕我做什么 哎,会玩弹珠吗 苏楚顿了一下 慢慢地点点头 来,一起玩 这,怎么玩 我教你很简单的 来,我们玩吧 这里呢,是你的出发地点 这里呢,是我的出发地点 看我们谁先到将军府 就是谁赢 人落在一旁看着 想着十个苏楚 也不是燕小侯爷对手 这弹珠三两下 她就飞去了将军府里 而苏楚的弹珠弹不起来 还在外城跟蜗牛一样 慢慢晃悠 你玩得真好 因为我是顽固 是顽固 你很骄傲吗 好玩吗 好玩 你要找她做什么 就是想 想问问 我能不能跟云落一样 跟在她身边 做什么都行 云落现在跟着我 她被云落给我了 要不 你跟我一起做顽固 做顽固很有意思的 做顽固的话 能天天见她吗 恐怕不行 我的顽固兄弟们都很爱玩 谁有空天天见她呀 她忙得很 没空玩的 那我不做顽固 走吧 我带你去找她 你 你真的带我去见她 嗯 真的 我不骗人 黑十三知道你要来找她吗 她不知道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没做顽固时 我的武功师傅觉得 陆林对朝廷来说是个危害 她想要剿灭了陆林 特意派人查了黑十三 知道她有个弟弟 叫苏楚 啊 原 原来是这样啊 嗯 你怎么有时候接吧 有时候不接吧 苏楚低下头 燕青似乎也没想要个答案 所以 见苏楚不说话 她也没有追问 实实在在的 领着她 出了这片山 回到了半山腰宅子里 燕小伙爷 你喜欢灵姑娘吗 燕青想说不喜欢 但话到嘴边 忽然想起灵话说 要在万人面前装恩爱 她说一年也装不了两次 让她配合着点 如今 这是该配合的时候了 喜欢 既然喜欢她 你会对她好吧 嗯 会吧 我不找她了 诶 都到门口了 你说不找她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善变呢 燕小伙爷 你真好看 你怎么突然反悔 不去找她了 你千里挑挑来 不就是为了找她的吗 这临门一脚了 你说不找就不找放弃了 你这半途而费 什么毛病 我想找 但是我找的又有什么用 你长得那么好看 我长得好看 跟你找她有什么关系 你长得好看 她有你这个未婚夫 眼里还看得近别人吗 苏楚转身就走 且小跑起来 一溜烟跑没影了 她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个小白兔 去年在龙溪 主子为了引出东宫刺杀的人 提前解决 在街上独自一个人行走 遇到了她 便被她缠上了 她不是说自己没人娶吗 主子自然不会嫁黑十三的弟弟 黑十三是陆陵的人 主子掌管江南曹运 可以与陆陵打交道 但不能真的牵扯陆陵 否则陛下该坐不住了 东宫也会拿捏住主子这个把柄 行吧 所以这家伙不算考虑在内的 去年时主子是有婚约的 不考虑别人的 对啊 她是有婚约的 她一直都有婚约 哪怕是从秦桓到五 她中间也没空出来 让人钻空子的时间呢 小侯爷 您可以不要这么聪明直白地说出来的 你去哪里玩了 好玩吗 好玩 念青坐下身 端起桌子上的茶 刚要往嘴边喝 顿住 这茶你喝过没有 没有 刚到的 灵化摇头 自然不会告诉她 她已经喝了一盏了 这一盏是新到的 茶盏没有重新洗 没换过 燕青不再犹豫 将茶一口气喝了 灵化心里一热 盯着她喝过茶后水润的唇 想尝 燕青没有注意她的视线 对她说起今儿玩了什么 那些鹿群 见到我就跑 一个个的都挺聪明 我骑着老虎追了八圈 才把他们给追上 你回回打猎 是不是专打梅花鹿啊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怕你 嗯 别的不好吃 只追着鹿群玩了半天 灵化看看天色 都这么晚了 她真把她扔在这半天 看起来 她自己跑出去玩得挺开心 没有 还遇到了一个人 说是来找你的 黑十三的弟弟 叫苏楚 灵化面色一顿 转头看向琉璃 琉璃也讶异 苏楚从猎场闯进了七云山 说要见猪子 不过 还是我来说吧 她说呢 要见你 我说让她陪我玩一会儿 我就带她来见你 我就跟她玩了一局弹珠 她似乎有点笨 一看小时候就没玩过 当然了 长大了好像也没玩过 黑十三末不是把她 管成了一个傻子 在灵化的认识里 苏楚虽然不是聪明绝顶的那种 她也绝对不傻 否则从她哥哥手里 骗不出来温家 倒卖军粮的单据给她 而且她还结巴 她的认识里 苏楚不结巴呀 从见到小侯爷后 苏楚就结巴了 我答应带她来找你 都走到门口了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又反悔了 转上去跑了 坐视半途而废 什么毛病 她为什么突然反悔了 永乐你说 小侯爷 要说详细一点 还是一言带过 我怎么知道啊 你往日都是怎么跟你主子汇报消息的 用我教你 云洛懂了 极尽详细的将当时在门口 燕青与苏楚的对话 对灵化说了一遍 一字不差 灵化听完坐直了身子 伸手扯过燕青衣角 摇了摇笑着说 哥哥 我该表扬你 你做得真对 在万人面前 就该像这样维护我们俩的面子 燕青身子一僵 转头瞪着她 你又胡喊 也不算胡喊呢 你比我大 是该有个 爱撑 再敢胡喊一次 就毁婚 这 威胁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 她以后不敢再喊了 那你让我喊你什么呀 我有名有姓 你见谁家未婚夫妻 马上就要大婚的未婚夫妻 连名代姓一起喊的 最少也要喊个燕青哥哥的 那你能跟别人比吗 你的意思是 我的未婚夫是捡来的 跟别人比不了了吗 她这个未婚夫 是自己撞上来的 换句话说 站在灵化的位置上 也可以说是她捡来的 她似乎被噎住 一时无言 灵化忽然任性地 重新拉住她 不过这回 拉的是她的手 死死抓住 我不管 你不让我喊哥哥 就让我换个称呼 比如 你有婊子吗 让我喊婊子 不 Sek 我限制的 老计划